数位AI时代来临除了产业相继智慧化 就连传统民俗跟庙语都能结合AI 中家宽平北间座谈节目桃园开讲 就邀请桃园市民政局副局长 寿山岩观音司董事长跟科技娱乐公司代表 一起来跟观众分享积极讨论 神明跟宗教民俗怎么结合AI 寿山岩观音司近年来也积极导入智慧科技跟创意活动 来吸引更多信众 日前本市有跟着时代的演进 有引进寺庙的AI导览 那本市有跟临近的教育单位 然后专业的教师这边一起 做出寿山岩观音室的线上 虚拟的实境 那提供给有需要的民众以及单位 来对我们寿山岩观音室 可以更多的了解以及认识 那后续有我们寿山岩观音室 也会来透过AI来提升我们的效能 我们本市寿山岩观音室在去年 我们跟寿山岩观音室有合作了一款 作游的游戏 那我们作游戏就是也是要针对比较年轻的族群 然后年轻的爸爸妈妈 他们可以跟小朋友来一起来玩我们寿山岩观音室跟寿山岩观音室开发出这套的灵顶参拜的游戏 那借由就是里面的游戏内容 我们的祖祖是观星菩萨 然后有地上王菩萨 有观圣地君 然后有玉皇上帝 那借由如何参拜 然后来更熟悉我们寿山岩观音室 科技娱乐公司专门协助企业单位创建无缝个人化的世卫互动体验 他们的虚拟AI会154种语言还具有学习功能 可以利用在寺庙导览跟牵师解读等服务 有助于吸引更多元的族群接触传统民俗文化 我觉得世卫体验跟线下体验这件事情 就是真正的让它去感受这件事情 会让它记忆游行 那现在这一套AI的这个导览里面的知识库 它介绍所有寿山岩观音室的历史 然后里面的环境跟它所有的典故 还有参拜的流程等等 其实它对外可以给这些小朋友 国中高中来参加比赛的人 去做一些学习跟认识 对内其实可以把同样的知识库用来训练自己的志工 我们这一套小桃里面其实还有增加很多的 像记忆游戏 然后AR拍照 然后还有一些游戏都可以置入 我觉得这样子的内容可以增加 像那一天绘画活动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在里面置入很多教育传承 跟文化理念的东西 明镇局表示 传统寺庙跟宗教文化都面临老化跟转型问题 信众年龄层的拓展跟年轻化是现今的趋势 现在也有许多寺庙都陆续引进科技跟智慧化服务 才能与时俱进进一步深入到更年轻的族群 之前一直在希望就是让宗庙的这个 这个信众可以年轻化了 其实新住民的比例一直在上升 它其实也是越来 是台湾很重要人口组成的一个部分 那所以如果要靠现有的人力 跟现有的这个组织去容纳更多元的人口 其实是有困难的 这势必要导入新的AI的一个技术 我想刚才影响他讲的这个154种语言 我听得也是蛮惊讶的 我想这个绝对是人类办不到 这个就是要透过AI来设计才有办法 那我想未来其实我们在办各种的这个寺庙讲旗 我们也会邀请这些相关领域的专家 一起来帮我们上更多的一个课 分享更多的观念 我想这个宗教团宗教文化的这些 这些伙伴 或者是我们自己承办这些相关业务的同仁 我们都需要与时俱进 我觉得刚刚讲的就是150几种 众驾跨平北界座谈节目桃源开讲 倾听民众声音关心在地需求 监督市政建设 将在每周六晚间九点跟观众朋友见面 要请大家锁定圈四北间活力频道 了解桃源大小事 这也来我一同一报道